我剛剛問了,就是他們那個報告第四頁不會再請他們出面答規定我,因為口罩答規定的部分我聽不太多了 第四頁是哪一個問題 我針對第四頁提了很多的問題,所以請他們出面的部分進入太多了 我看你,那個林處長待會跟陳委員溝通一下要哪些問題比較清楚 因為第四頁寫的蠻多的 就是因為第四頁主要就是現在的做法 你是第二點的做法還是第一點的做法 還是一併通通都可以 我想做法就五個做法,通通跟您做報告好了 是 好,方委員請 謝謝主席,主席,各位同仁,高部長,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長官 請一下部長,好不好 高部長,請 部長,您好,我想簡短請問一下 這個,如果我們現在的這個行政院經驗會或內政部他們現在要做的這個社會住宅 然後他們所使用的這無比土地啊,都是軍方的眷改地 好,那這個土地可是現在的問題在於 國有財產局如果他做這個社會住宅的話 他是只租不售 那既然是只租不售的話 那這樣子這個錢 將來怎麼回到眷改基金呢 向委員報告 這就是我們要跟這個 這應該不是國有財產局 是內政部 內政部 是內政部 我們跟內政部之間取得一個協調 怎麼樣子從租金裡面 或者是從哪裡 來有償播用到我們的這個基金裡面 可是事實上在國庫來講 對內政部而言 他們只是出租出去啊 他也沒有多一點的 所以說 國庫可以接受收租金 土地的部分 土地的部分 這個問題 我們處長啊 他在開會的過程當中的 那請處長報告 跟委員報告 目前 目前大概 內政部規劃方向大概就 將來就是只租不售 所以這個土地還是登記在公有嘛 所以按照這樣 我們就建立是 用有償播用的方式來取得 有償播用 是是 把這個 土地的價款 對國家來講是左手到右手 但對於這個國安部來講 所以可以從內政部那邊 得到一筆 一筆的價金 是是是 對不對 然後益助這個 這個眷改基金 是 眷改基金現在的餘處 大概是短缺多少 目前我們五百四十七億 那 在又報向行政 準備爭取三百億的融資 三百億的融資 你要講已經融資五百四十七億 已經融資五百四十七億了 已經融資 對啊 好 那融資的五百四十七億的這個部分 如果以現在我們所有的眷改地來做 在帳面上來講 是可以平衡嗎 我建的那個資產 就平衡不了 一定可以平衡 啊可以平衡 部長搖頭你點頭 聽部長還聽你 不過就是說可以處分的狀況 土地資產是夠的 是 所以依市價 是 依公貨的地價加四成還是依什麼 依按照市場 依公貨限制 用市價標售的狀況 那得看當時的市況啊 那我們的估價是按到1.2倍來估 估那個收入的部分 1.2倍 好 真的如果說我們現在持有的土地 因為眷改釋出的土地 然後當初眷改的這個理想 或當初眷改的這個 讓來到立法院說服各位委員 也是因為我們眷改以前都是平面的眷村嘛 那你把它蓋成立體的住宅 那一來一往之間 國家還可以多了土地 而且事實上可以讓這個眷戶啊 他們原先的希望他們使用的土地可以增加 那這對國家有利 對眷戶也有利 那對整個那個土地的活化也有利 可是事實上運作起來好像不是這樣子 現在變成眷戶也在抱怨說房價太高 國家的眷改基金 又是這個短處這麼多 還要融資五百多億 還繼續想要繼續融資三百億 然後呢 這個事實上對於這個土地的部分啊 好像也沒有有那麼活化 那現實跟理想之間怎麼差那麼遠 請問問問題在哪 就抱怨那個有關眷戶 就特別對自備款的負擔部分 這兩大概在九七九八年 因為物價上漲 建築原物料上漲 所以跟那個最後完工的時候 跟他們原來預期的有一些落差 大概平均每個基地每一戶 大概多了十幾萬 物價調整款這個部分 對 這個造成眷戶的負擔增加 所以 那現在原物料要下跌了 那原物料只要是下跌 2008年以後原物料年中 以後原物料下跌 又碰到金融海嘯 那那個時候就下跌了很多 那現在又開始上漲了 那你就這樣怎麼穩定 那如果說原物料下跌的時候 那時候眷戶不是賺到了 那原物料下跌也會 會減輕他們的負擔 對啊 對啊 所以說不同時期購買的眷戶 他們事實上負擔的這個 這個部分呢 價款是不一樣 但是按照條例是有保障的 就眷戶無論如何 它就負擔百分之二十 就負擔百分之二十 可是那為什麼就會抱怨 會抱怨這個房價過高 以我們台南的這個二空 仁德的二空來講 我們增加了兩億的物條款 可是事實上 這個眷戶他們還是非常的 覺得說這個費用過高 這是一個特例 這是一個個案 我們不討論個案 那如果是一個變成通案 就許許多的各地的眷改的眷問 事實上他們就有感而發認為說 說這個這個這個價格過高 那我們有經過一個客觀的評議機制 證明說這個價格是不高的 在一定品質的維持下 你可以跟附近的這個房地產的狀況比說 我們價格是不高的 那你這樣才能說服啊 這個我們持續在做溝通 我知道你持續在溝通 但是事實上有沒有過高啦 這個有很多主觀的看法 比如說還是有城鄉差距的問題 那客觀的評估呢 如果在北部的話 在一般眷戶不太會 那考量還是涉及到 就是他的地區的房價的問題 如果說他地區的房價很高 那眷戶他負擔百分之多 越往南部的眷戶感覺價格越高 南部比較嚴重 南部比較嚴重 那這可能是機制有問題嗎 因為你同樣釋出一個土地 我當然知道南部買透天的房子 在北部可能買一個套房都不一定買得到 我同意啊 可是問題是你同樣的券改 你對於南部的這個售價 在建材是一定的情況下 建材的價格是一定的情況下 你土地的價格是差很多啊 你可能就變成把北部的土地的價格壓太低 會讓北部的眷戶 眷改的這個眷戶他覺得很划算啊 但事實上這個中間的差距 在南部來講是很重要 你要如何做才能得到一個比較平衡 讓中南部的眷戶他會感覺到比較 國家有真的照顧他嗎 這才是你設立這個眷改基金所應該做到的 原來眷改條例的設計就有考量到這個部分 就是用都會區的增加出來的土地的價款 拿來補助天眼地區的眷戶 因為百分之八四是有眷戶 那怎麼會造成你所說的越往南部越嚴重 那南部嚴重因為 他完工之後那個房子的價值 他普遍認為就是說跟外面是有一些落差 那在北部的話當然這個問題就不存在 北部也有一些落差是偏低 南部也有一些落差是偏高 是吧 所以說這個可是你那個平易的價格的機制 還有待加強嗎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我們不要讓眷戶 一樣為國家處理的 不要讓眷戶也有南北的差異 他們心態上我覺得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中南部的這個眷戶其實他們很不公平 好不好 這部分我期待部裡頭要有一些拒絕措施的改善 好不好 謝謝委員我們會改善 你們會改善 是 處長麥克風推給你 是 沒有他把我拉高一點 提高啦 是吧 升高一點 好啦謝謝部長謝謝處長 其實每一個眷戶